如果今年拿到总冠军的话 将是在世界女排大奖赛上 连夺三年的冠军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首先是巴西队发球 上来发球对方就找杨昊 杨昊的一传没有变好 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切瓦的二号位进攻 所以周苏宏在场上的时候 面对巴西队自己的一传 也是压力比较大 巴西队后排有效起球 今天巴西队的出场阵容 是两个主攻 12号杰魁林和3号马莱安尼 肩硬是13号线 巴比亚那现在是9号 另外还有二船手 胡法二 二船 卡球这是副攻守 来自福建的徐云密 把杰魁林 主抗三日来往马桥拦回 中国得注意保护 还是四号位拉开强攻 就刚才三日来往 重点盯着王一梅 杰魁林后攻 过去的这么两次国际比赛里面 就是你看精英赛 还有香港站 还有这一站的就是半打赛 都会看出在进攻方面 现在显得有效的得分点不多 然后这个过去最弱的位置 成了最强 一方面是王一梅她的个人能力 另外一方面呢 其他的位置变弱 好球 红柯 红柯人来自北京队 你看三二位打一个梯次 他在那个女孩的副攻击 他在纵向的位置上 能够付出 他在飘球 这辆不错 破坏了中国队的遗传 马列尼强攻 中国队没有形成双人篮网 十号萨萨 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腰腹力量都很好 在空中有明显的斩斧和制空 杨花也是 杨花也是腰腹力量比较突出 漂亮 他们在双人篮网 正在发球的就是副攻守刘亚南 不防遗传有些冲网 但是87队把球保护起来推攻 中国队没办法组织 四号位强攻清调 不防自由人移动很快 中国队 中国队 中国队在网上没有注意 这是一个比赛经验 现在8比6 巴西队领先2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摩塔的辞职 金马雷斯上任之后 巴西队的实力是逐渐 在场上比分是7比8 下来后攻 李山垫得不错 这球有点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然后没有办法进去 四次击球这球 阿斯卡被飞 中文队李山 李山那个防守已经两次 最第三次 连续第三次防击对方的扣球 中文队反击快球 把球打中 防守都是非常出色的 李山在刚才连续三次防守平均 中文队在 三方的第一局比赛接着进行 场上比分10比8 中国的领先2分 发球的李山 好球 又把对方的一蹲拦回去 球又起来了 中国的有反击机会 然后先处理一下 比方自由的反应非常快 巴西队一功过 反应关掩护 然后冲进 自由人确实防得不错 快球 最后巴西队还是 依靠三号马莱埃尼 他并不输给中文队 这次后宫没有打成 等等 这次看财犯怎么看 都发了六轮 这样转过来之后十一平 这次看财犯也很好 西拉在往上送出一程的争夺 然后后排的防守 这次看财犯也没中扣 开始接力把球救回来 没有形成反击 中国的再打 快球掩护 插得准啊 中国的 这次我们发一个凭冲 直接飞托接了 这次看财犯是有胜有负 但是在二零一六年他们还是追求一个更稳定的发挥 召回了老二船 在场上的七号 而且有点生不逢时 在老二船文图里尼退役之后呢 他没打几年 就又被后来的这个教练 希望利用他这个比赛的经验 和他的稳定性 能够给现在已经充满活力的巴西队 带来一些稳定的音乐 稳定发挥的音乐 这时候巴西队传一号的后攻还是到四个阶段 别的球是两点攻和三点攻 他们是三点攻和四点攻 再打反击 然后又没后攻 先打 这就是巴西的二船 巴西后排防守很好 反击一个比较特殊的比赛 然后后攻 然后自由人 巴西这个自由人也是不错 好球 今天巴西中文队第一局 蓝队号出生 一里巴西 然后比分上落后 二十比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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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比你高 百明了打 也可以得分 好球 好球 就是中文队今天 中文队落后两分 二十一比二十三 只要再即使这一分拿不下来 再接下来两次一攻击会 把握一个就可以了 中文队一船 然后这个一船有没有接好 把西北强龙好球看来 阿尼在二号位强龙打手出界 一天巴西队拿下来 那巴比亚娜轻掉 这巴比亚娜轻掉 这巴比亚娜轻掉 二球打死了 背飞时间看 其实也不是有一点时间看 但是马莱安尼她自己的这个 起跳太早了 因为雷尔南他的备快为主 被飞为虎 马利安尼 马利安尼应该是要去篮台的备快 先跳出来 像这样的球队 他应该算是打得比较聪明 当我有实力的时候 5比4公共在领先一分 马南后排把球放好 打了一个反击 两千保护 没有新的反击很可惜 当然这也是像巴西古巴这些辣米球队 他们一拿了一个挺稳定 相对差的 这也是像巴西古巴这些辣米球队 他应该算是打击很可惜 我们的历史达 我们的历史达 因为是上巴西古巴 超约的历史达 我们的历史达 我们的历史达 也利用一下杨昊后宫的这种 能力把进攻点分散开一点 没有战术养护了 还能得分 中国队有这种能力的队员 不可特别多 现在也只能是 杨玉梅下了 第一评比赛接着进行 八七位的主攻十二号几乎人家发球 然后把球进去了 小李山后台防火把球垫起来 成功 没有赶发力 不仅表现在整体 还表现他们个人 他场上的每个队员 特别是他的两个主攻 我们杰克林的战术 可能没有什么战术 杰克林的强攻 瑟拉呢就打得比较 就是可以给他来打 调整强攻的 在一传到位的时候 八七位的战术也很 他说护肤能力也很强 好 杨两奥运会的半决赛 他们自己输掉了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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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克林的我 我脑海里没有清白这个概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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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二号的角度 保护起来 谢拉再打 加油 谢拉的线路是有第二号 加油 李杀打 李杀在接谢拉 他这个遗传的队员23岁 也很年轻 这些是下巴 哎 难忘了 这短他走 这样能防守把球垫起来 打球 再向对方发起一波攻势 他现在一招没有到位 但是前军得手 LU很明显比对方要强 但是双方的差距在这个进攻上 显露出 对方不仅有快攻还有强攻 中队的其中一枚这个点 是对对手威胁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的复工的能力就是下降 在前排的时候 就打两边拉开 然后如果刘亚男在前排来往 刘亚男的身高稍微短 特别是利用一号 就是 中队就换上马力文 但刚才这个贝贝也被考虑觑解决很快 中队自己配合失误 扣球 阿西哥的实力是实际上最强的 中队在赵永远和张平先后受伤都不能上场 这个情况下 复工的进攻和世界一类球队比较 打起比赛的时候 都是比较吃力 现在中队就是完全靠主攻的能力 真正碰上像巴西意大利这样的球队呢 就会很吃力 因为对方的晚上很有实力 他不怕你 但是根源呢 还是因为没有了赵永远 没有了张平之后 中队在二三号位的复工对对手的压力 没有以前那么大 你看张平他在确实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人能够顶上来 实际力呢 他非常年轻 今年第一次赶国家队的 那两个队员相比还是差距不小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队使出了浑身解数的一场比赛 巴西队当然也是使出了全力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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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厂 厚后的比赛 来碗也来不着 来碗也来不着 啊 四 一 四 四 四 五 一 大西医队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其他的球队在和他比赛的时候仍然还有机会 在体育比赛里边 并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球队 等比分接近一点再说 复杂的一个系统 要改一个地方并不是说说那么容易 又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6比12 87个领先4分 他这时候稍微保守一点的发球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必须全力去发 这球顺利判很紧 已经脚就肯定了 反对上就掉球 再来后攻 一个青蓝 然后一球不到位 三号位上高球没有打死 再来 又是王爷没成功 应该说有很长的时间没有打个别人来逆分球了 所以在落后的时候去拼这场还是显得拼得有点固 就是在发球上 你最终还是要发进去 虽然你很想打球发 但是最终失误还是不太理想 那个结果 可以 看待这场比赛的话 也就是中国队 包括咱们球迷媒体一起打这个冠军 不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应该是怎么在利用队两年 对他给球队更多的空间 但是其实中国队自己也并不是说不想做一些调整 为2008年更多的做一些准备 但是现在的伤命比较多 必须要在年轻的人当中要培养出一两个能够打2008年的人 但是他们现在他可能有说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思想负担 就不会太多的想那个失明胜利 那最后呢巴西队是25比17 赢了第三局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目前的比赛是中国女孩和巴西女孩 他们的实力对比 确实就是这样 那这样呢巴西队就获得了澳门战比赛的冠军 中国队获得了澳门战比赛的压军 希望中国女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放下包裹 不要想太多的压力 迅速的走出目前的困境 好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呢我们都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体育新闻之前呢 还有点时间 那么给大家播放一下昨天的一场比赛录像 中国对多米尼加的比赛